海水的温度 海水表面温度的分布图 这张图的颜色代表温度 越红代表水温越高 越黄绿蓝代表水温越低 这些黑色的曲线都是等温线 表面海水的温度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通的趋势 水温高都在适当 越往景地颜色渐成改变了 从红 橘 黄 绿 蓝 很规律改变 却表示海水表面温度跟维度非常相关 维度越低 水温越高 维度越高 水温越低 维度为什么会影响到海水的表面温度 海水表面温度取决于 积收的太阳能的多管 太阳能的多管包含一个叫日照强度 就是阳光是直胜还是斜胜 阳光越直胜 单位面积的太阳能就会越多 日照强度就会越强 第二个 跟自照量的影响 阳光照亮 阳光一天照12小时 跟那里阳光一天只照2小时 当然 吸收到的太阳能就会不一样 所以同一个维度 阳光入色的角度一样 昼夜长短的比例也一样 所以只要是同一个维度 日照强度跟日照量是相同的 原则上同一个维度吸收到的太阳能会一样多 维度越低 日照强度越强 日照量越大 所以海水表面的温度要越高 可是你仔细看 真的如此吗 等温线有跟维度完全平行吗 这里好像有 但是吃到这里有没有 没有 所以表示除了太阳能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海水表面温度 同一个维度 大阳的东边温度都比较低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阳流 像我们这里 这一只就是黑潮 有北四张带来温暖的海水 然后这边从北方带来冷水的 加利福尼亚阳流 所以阳流会影响到海水表面温度 从一个维度来比 秘鲁这边的水温特低 除了秘鲁阳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讲圣鲁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秘鲁附近的永生流 所以这就是海流 也会影响表面海水的温度高低 海水的分层 海水的温度 在垂直由海面到海底的边框 重座标是从海面飞 三大洋的平均深度 大概14公里 所以我们这一张图就画到4公里的地方 这是海水温度 越往右边温度越高 海面画这张图之前 你合理的想象 你认为那个曲线应该讲什么样 海水温度取决于海水所吸收的能量 海面阳光最充足 吸收了足够的阳光 海面水温应该最高 越往深处光越到不了 水温应该要越来越低 最合理的应该是表面水温最高 越往深处水温越来越低 可是我们实际上量出来是红色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哪里怪 上面这一段其实有点怪 应该海面水温高 越往下温度要越低 可是这一段随着深度变深 它的温度几乎不变 好怪哦 这一段就正常了 越深的地方不然吸收不到太阳 水温就真的越来显著越低 这比较重要 来到这里又怪了我们更深的地方 为什么水温下降的温度很有限 以海水温度的变化 变化的不显著 下降的好显著 又再次下降不显著 我们就划了两条界线 把海水从海面到海底分三成 记住这三成我们是以温度下降 显不显著来分成 也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温度变化 分的这三成呢 最上面这一层为何温度上下一次 那就好比你倒了一杯冰水 上面加了热水 上面热下面冰 那要怎么样才会上下一次 一张讲一讲 混合一下 原来上热下降 经过混合 温度就会趋于一致 所以这一层的海水 现在可以上下混合 这个部分称之为叫混合成 更深的这个地方 现在海水已经无法被混合 所以就只好符合 越上面的越热 越往下 阳光高不了 温度就要越低 温度下降得很显著 是我们画的线 好斜哦 所以就叫斜温程 再来呢 温度又不太改变了 因为这里已经来到 比较深的地方 水温一旦降低到某个程度 继续降低 它就结成冰了 结成冰以后 阿密度比水小 就跑到上面来了 就不会留在下面 水温当它降到某的极限之后 更深的地方 水温无法再降得更低 这个部分我们就叫深水层 混合成 深度大约在200公尺以内 实际上你要看它混合的状态 不是一定以200公尺当界限的 是因为海流跟波浪把海水上下混合 所以它的温度就会混合到很一致不太改变 混合成是上面的这一层 所以阳光最充足 阳光充足那就容易有形光合作用的浮油植物 在这个范团生存在这个范围生存 所以混合成是光合作用最旺盛的一个部分 从这里再延伸 浮油植物行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 混合成是混合成 混合成光合作用光合作用 所以融解在水里面的CO2就会被用掉 因此混合成水里面融的CO2浓度会比较小 因为被光合作用用掉了 光合作用会放出氧 所以混合成水里面的溶氧量会比较高 浮游植物行光合作用 还会把溶解在海水当中的 某些盐类 当作营养而用料 那些我们就称之为 营养盐 因此混合成 营养盐比较少 藻类要有叶力素 才能行光合作用 所以这个深度的水 就会叶力素浓度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协温城 协温城的定义 就是这一个范围 温度变化很大 因此又称之为叫温耀城 温度变化飘扰很快 协温城它的深度 大约200到800公尺 各地不尽相同 阳光已经无法到达这个区域 所以就会叶力素浓度比较高 波浪跟海流造成的混合作用 本来到达这个深度 所以水温就会下降的很快 然后800公尺以下 大约就是进入了深水城 那就是温度已经降低到 我们的极限了 往下更深的地方 温度下降已经变得 非常的不显著了 不同地点 这个曲线会有何不同呢 高纬度的地点 中纬度的地点 低纬度三个不同的地点 三个颜色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维度 红的是低约 绿的是高纬 蓝的是中纬 看哪里 表面水温 水温最高的 这一定是低纬 水温最低的 这一定是高纬 中纬 中纬的它上面 诶 分叉咧 低纬跟高纬 根本四季不显著 只有中纬它才四季分明 所以它才会东下差异很大 我们才需要特别画这样的 两个不同季节的曲线 海面水温高的一定是像 以红色的这一个曲线来看 温度变化不大的 这就是混合成 温度变化很显著的 这就是斜温成 温度变化再对不显著的 这就是central成 那如果以中纬度的夏天曲线 温度变化不明显的混合成 显著的斜温成 又不明显的central成 哪一个纬度的斜温成 最显著 冰尾 原因是什么 因为斜温成就是温度显著 像这样的嘛 深海的水都差不多冷 最差异是海面 因为海面温度越高 降到深水程都那么冷 斜温成当然就会越显著 基本上这张图是温度在垂直方向的变化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沿度在垂直方向的变化又是如何 横坐标是海水的沿度 越往右边海水的沿度越大 三个不同纬度 有不同颜色的曲线来画它的沿度 哪一个颜色代表低纬 哪一个是中纬 哪一个是高纬 看哪里 表面 海表面 水最显出现在哪一个维度 三十度左右的中纬 蓝色的 这就是中纬 两级高纬度 因为熔冰注入 所以海面的水 沿度最低 所以看海面 沿度最低的 这一定是高纬 你可以看到沿度的变化 一开始 沿度变化不大 接着来到这个范围 沿度变得好快 来到这个深度 沿度再度变化不大 这个沿度变化很大的区域 我们把它mark起来 在复热带的话是这个 在次道是这一边 在高纬是这一段 沿度变化最显著 几乎都在同一个深度 也大约在200到800 就是刚刚所说的叫做 斜温层的范围 所以我们发现 斜温层的温度变化最大 同时也大约在这个深度 也是沿度变化最大的地方 然后上面的你看 这是沿度变化不大 也差不多在刚刚所说的 混合层的部分 海水如果能够上下混合 因为混合嘛 水温会差不多 也因为混合 沿度是不是也会被搅拌的 大约差不多 另外这三条曲线 海面沿度变化最大 因为海面很容易受 这个地方的降雨量的大小的影响 蒸花量的影响 河流的水注入的影响 熔冰注入的影响 所以海面的沿度变化非常的大 越往深海 那个海面的影响就少了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三条曲线 越往深的地方 大家就差不多了 讲完温度 讲完沿度 接下来来看密度 海水的密度 由海面越往深的地方 海水密度的趋势 应该要越大还是越小 越深的地方 密度应该要越大 因为密度大的喜欢往下 越往下密度越大 又来了 一开始密度不太变 达到这里密度显著改变 又不太变 我们就把密度显著改变的这个区域就称之外叫密药城 那你可以发现密药城的深度跟刚刚的温药城 沿药城 几乎都在同一个范围 这一场的海水温度变得很快 它的颜度也就变得很快 它的密度也变得很快 然后你看上面这一段都不太改变 海水可以混合 混合的结果 密度就会趋于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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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